纵观历史的长河,一个朝代的没落与当时的统治者有很大关系,前人栽树,后人成粮,昏庸的统治者就是成完粮之后还把树砍了,当昏君出现时,表明了这个朝代离灭亡就不久了,当然,也有少部分帝王岁出生在乱世,有心历经图治,却无法逆天改命。 正所谓天下和久必分,分久必合,这天下从来不是谁的天下,没有人能带走它,历朝历代的开创者,开疆拓土,稳定边疆,减免税收,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,缔造一个盛事,后世的继承者往往安于现状,不思进去。 贪图享乐,慢慢地国力衰退,甚至灭亡。 古有商周王剑,九只肉林,供自己嬉戏,周游王烽火戏诸侯,博美人一笑,唐玄宗派人一起红尘妃子笑,只因杨贵妃爱吃吏枝,这些帝王大多是王国之君。 但这位帝王,他也是相当会玩,他就是明武宗诸侯赵,明朝第十位皇帝,是明孝宗朱又棠和张皇后的长子,在位期间年号正德,建古已开金, 历史不仅是彷徨者的向导,也是百味人生的汇集,关注圣历史,带大家品味百味人生,历史名人的有趣故事。 他在名史中是一个昏庸无能。 荒淫无道的好色皇帝,为贡享乐,他修建了暴房,里面充满了奇珍异寿,有本国的,也有西域的,甚至还有一些非洲的动物。 当然,也不仅仅只有动物,也有各式各样,风情万种的美人,他还宠信大太监留景,让他肆意乱围,霍乱朝政。 虽然最终诛杀了刘景,但明朝的元气却大大的被损伤了,他就是一个昏君。 本来明朝后期经过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的一番有效治理,严厉惩承治贪污,设立新政,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恢复。 到诸后赵手里的时候,其父留下的大臣都很高兴。 认为明朝能够在诸后赵的手里重新回到巅峰时期,因为诸后赵从小就很聪明,文武双全,并且受其负影响,对明朝当时的民间状况也有一定的了解。 在众位大臣眼里,他虽然很顽劣,但仍能改正,且为孝宗皇帝唯一的子嗣,可以说是公认的少年英主。 就这样,他从年仅36岁猝死的父亲手里接下了这天下。 但是没想到,诸后赵登上皇位之后,不仅没有勤于正事,反而做了许多的糊涂事。 诸后赵头一件不靠谱的事就是设立暴房,由于早年间自己的个性没能得到彻底的解放。 诸后赵心里面非常不情愿,现在好不容易自己做皇帝了,就想着满足自己心中压抑的英雄情节,于是就把蒙古人统治时期的某些东西再给恢复过来。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这暴房,他在里面养了很多猛兽,比如金钱豹,老虎,西域进贡的狮子等等等等。 可让人惊奇的是,他不仅仅是把他们养着,然后得空的时候完完就拉倒了,而是自己刻苦训练,然后扮成一个决斗士去跟蒙兽对抗,这可把他身边伺候的人给吓坏了,皇上这么胡闹,万一出现意外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可得把这安全防范工作做好了,所以他身边专门有一群人在训练猛兽,直到确保安全了之后才敢让诸后赵接近,可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失邪的,他经常到暴房跟猛兽比利器,他下面那些服侍的人就是在小心,也不能保证他次次都安然无恙。 有这么一天,诸后赵还真出事了,当时跟诸后赵对抗的是一只老虎,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么的,就没有按照训终师训练的那一套来,诸后赵刚进到笼子里,他就一股劲猛突了上去,得亏诸后赵身边的姜斌。 一看情形不好,立马挡在诸后赵前面,三圈两脚把老虎给弄死了,本来这诸后赵得救了应该很高兴,可没想到他反倒来劲了,你上来干嘛,我自己就能摆平的事干嘛你来插手,姜斌办了好事,还被责。 一脸委屈,可碍于皇帝的面子,他也不敢多说什么,只好闭嘴。 诸后赵第二件不靠谱的事就是自封为大将军,由于他非常崇拜战场上那些冲锋陷阵的大将军,同时又觉得在宫里带着太憋门,太无趣了,于是就想着到战场上去过过瘾,可他本身的身份是皇帝。 没有人给他这样的机会,于是就想了个十分荒谬的主意,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诸寿,整天和一帮宫女太监在一块玩战争场面,皇帝是大将军,剩下的人都是敌军,将军过处,所有人都望风披靡,十分过瘾。 可即便是这样,诸后赵仍然不满意,他总觉得这样的安排太假,最后能够有机会到战场上去玩一把真的正德,十四年,野心勃勃的宁王诸臣豪借口名武宗荒淫无道,救急了十万兵马,扯其造反,消息传到中央,诸后赵给高兴坏了,正想着没仗可打呢。 说来就来了,于是他不管大臣们怎么死劝,一定要就御驾亲征,可让他没想到的是,没等他走到一半路程呢,前方传来消息,干男巡抚王守人已经搅出叛逆,冥王被生擒。 诸后赵听到这消息给气的,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,这家伙可倒好,没等我出手先给解决了,那我还御驾亲征干嘛,出于心里的不平衡,诸后赵决定隐瞒捷报继续前行,由于没有了非常强硬的作战任务, 他也就开始了自己游山玩水的生活,这么一来他是自在了,可把那王守人给疾疯了。 捷报送上去好多天杳无音信,这皇帝到底则那么回事,后来一打听皇上御驾亲征走到半道上了,这才觉得自己的毛病,于是赶紧又写了一封奏折,那语气跟之前比就谦卑多了,基本上把功劳全都算到了诸后赵的头上,诸后赵看见王守人都这样了,也不好再继续装糊涂,只好命令把冥王给压戒过来, 王守人好不容易等着信了,立马照办,冥王到了之后,诸后赵看着信里别扭,我大老远来了,一仗没打就压戒个俘虏回去了,那也太没面子了,就在苦恼的时候。 身边的江兵给他出了一个主意,把这冥王放了,给他些人马,然后两边再打,皇上再把他抓住,诸后赵一听,太好了,立马照办,带兵打仗给整成这样,可见诸后赵的玩到程度有多厉害。 但是,他也并非一事无成,不然也不可能稳坐皇位那么多年,浙江前堂有个命案,死者身中五刀,刀刀致命,前堂县令净断此人细自杀,刑部发挥众神,杭州府维持原判,最后此案上达天厅,诸后赵了解案情后,勃然大怒,岂有身中五刀自毙者,欲将镇比镜会护。 意思是,你们拿我当司马中那样的大傻子,飞机船只严查杭州知府和前堂县令,结果查出凶手是前堂县令妻职,看看,诸后赵糊涂吗? 回京路上,诸后赵在长江里驾小船玩打鱼,结果船帆掉到江里,水枪到沸里,回京后得了肺炎,没多久,诸后赵口吐鲜泻,瘫倒在地,最后崩于暴房。 诸后赵临终时,对四里坚太监说,镇级不可为以,其以镇义达皇太后,天下势众,与阁臣审出之,前世皆由镇物,废辱草所能御野。 不管史学界对诸后赵怎么评价,从他临终这几句话可以看出。 他是个一点都不糊涂的皇帝,如果不是刘瑾等人,让他养成改不了的坏毛病,诸后赵有可能成为纪朱元璋,朱蒂之后的第三个霸气皇帝。 虽然诸后赵把政治事务视为孩子的游戏,但是,在他统治时期,明朝没有任何乱子,而且还多次减少了人民的税收,让人民安居乐业。 因此,如果忽略了他的游戏性统治,他这个皇帝就不那么糟糕了。 在诸后赵在位期间,他将宦官刘瑾赶走,并平息了化王之乱。 诸后赵虽然总搞出不少闹剧,但是大体上还是有些才干的。 统治和玩乐兼得,这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。 统治药